水 眼睛 兩萬塊 鼻子又花了三萬 熔爐最貴二十萬 肉肚膽菌 是 一個部位要花八千塊到五萬 一萬五吧 半年要打一次耶 結果一封出來 像兩個香腸掛在嘴巴一樣 結果回來大家笑他笑得不行 我每天看到他 天啊 我今天要吃香腸了嗎 結果又花我的錢 又去把他整回來 嫌我又老又醜 他就是嫌我 要我去做什麼抽籽 這樣能帶出去嗎 我跟他出去人家原是我爸的 四十歲的男生在外面硬抽 這種身材叫穩重 這種臉叫做福氣好不好 是又老又醜好不好 他甚至要我去做什麼 是你要覺悟啦 是你要覺悟啦 為什麼你要叫他去做 他是怕我以後不行 是不行 是現在就不行 你覺得能夠滿足我嗎 偷床異夢陷入婚姻危機 全身上下都是真的啊 而且我們女人來講 自信就是美麗 並不一定要靠真心 好自信喔 老公你真的喔 噢 曬 好眼光 何誠 你到底愛這個女人哪裡啊 那麼醜的女人也愛得那麼高興 全身上下整個漂亮有什麼用 胸部也不能抱說會變形 鼻子也不能輕 最後會塌下去 哪裡都不能碰 低兆飛 你不愛嗎 身材曲線那麼漂亮 腿那麼修長 你不喜歡嗎 你是誰啊 你為什麼可以再做點醜 你別我幫我這樣 你不要動手好不好 你專門在夜店幹什麼自己手 不要來不要動手 分手擂台 盧忠先生 團哥好 大家好 吳忠 好 第二位介紹是我們可愛的 Yumi小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umi 第三位介紹我們的帥哥 秦瑋先生 團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辛苦了三位 好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何誠翰先生 何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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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好 我叫何誠翰 目前是在一家電腦公司 擔任業務經理 業務經理 是 好 今天要控訴的是 控訴我老婆 老婆 怎麼了 跟老婆結婚多久了 結婚13年了 13年了 是的 是 那她現在已經有一個 很奇怪的毛病 就是她整型已經整到有癮了 上癮了 然後呢 甚至於 一年要花我20萬 去花在整型費上 是的 然後呢 後來嫌我又肥又老 要我 甚至於要我也要去跟著整型 那而且她現在整得很漂亮之後呢 我甚至於懷疑她在外面 已經有交男朋友了 那這個需要來控訴來理解一下 好 要控訴老婆 老婆叫做 她叫張玉璇 好 張玉璇 一起來歡迎張玉璇 來 好 張小姐 哇 不然還擺姿勢耶 很美喔 這是驕傲 整型後的驕傲 真的 很美喔 知道了 知道了 何太太 我看不出來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對不對 像我姐 對 然後那像她一樣嗎 都是假的 你們不要看這樣子 都是假的 你說說她全部都假的 都假的 是 整的哪裡 何太 眼睛 眼睛 兩萬塊 還有呢 還有鼻子 鼻子 又花了三萬 還有龍布 龍乳最貴二十萬 還有嗎 還有抽紙 抽紙 又花了我十萬多 你怎麼記那麼清楚啊 陳漢 價錢都記那麼清楚 都是我的錢 我當然要記啊 還在結婚前 其實身材其實就很標準 167公分高 他四十幾公斤 我記得 那是因為他後來 生了小孩之後 變胖了 整個人 身材嚴重的變形 是 從四十幾公斤 胖到七十幾公斤 那真是受不了 而且他最嚴重的是 完全沒有自信的 都不出去逛街 不去每天都待在客廳裡面 看電視吃零食 他只有越來越胖的份 越來越胖的份 是 我是真的看不下去 那當時是誰提議說要去 去整形 因為他那時候完全變成 一個黃臉婆了嘛 我想說這樣不行 而且為了我們感情 我就主動提議他去 做抽紙還有塑身的手術 這個一做 反而你後悔了 當時真的是做完之後回來 還有花了幾個月休養吧 感情真的是又恢復到以前 但是最恐怖的是他 接下來就 就越來越沉迷下去了 現在一年要花我二十萬 在那個上面耶 就是每一年整形都要花二十萬 為什麼來 何泰 我為你們家 那麼辛苦生女兒耶 對不對 體重飆到七十公斤耶 你看多恐怖 那身材能看嗎 對不對 你沒有補償我就算了 還一直說我又醜又老的 害我都很自卑 你知道我出門都覺得 沒臉敢出門這樣子 很醜你知道嗎 當時你真的是因為懶到不行啊 人家說產後要做一些運動 你就不做啊 真的只要靠手術啊 我是為了讓我們兩個感情更好 然後你嫌棄我還在外面 跟人家女生出去喝咖啡 然後說我什麼又像肥豬一樣 你曾經說他像肥豬一樣嗎 他當時的確是像肥豬啊 你說完人家肥豬 你看我們馬上報應了 我也是為了綁住他的心耶 你知道抽紙怎麼抽嗎 那個管子那麼長 然後塞進去的一個裡面 很痛很痛耶 以前我打針都會怕的 你知道嗎 為了綁住他的心 我去做那麼大的犧牲 結果他現在在嫌棄我這個 嫌棄我那個 而且抽紙沒有抽好的話 會造成生命的危險 然後抽出來那個東西很可怕 就像那個腳碎的肉一樣 多可怕啊 你知道我真的想了現在還會怕 其實是第一次是我要他去做 我也無話可說 我最主要就是要 為父自信 為父我們兩個夫妻前那種親密的感覺 可是不是 他回來之後呢 他就開始迷上看什麼第四台 開始學什麼各種的 什麼碩身霜啊 減肥藥啊 是 大家都知道市面上都假的多了事 他每一個每一個都給你買回來 吃沒幾罐他就丟在旁邊 吃沒幾顆他就丟在旁邊 你們試過你怎麼知道說 那個吃了有沒有效呢 還買一些什麼運動器材 他說要加運動 結果呢 都沒兩下都沒五分鐘 他上面上面寫說十五分鐘就有效 他都沒五分鐘 他就放到倉庫去了 你先去我們家倉庫看看 全部都是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搞得人家以為我家裡買了多少隻 八角椅一樣 八角椅 好 所以覺得很浪費錢 這是有沒有有沒有覺得浪費錢 何太 那我總要嘗試看哪個比較有效啊 對不對 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啊 我不希望再去抽第二次啊 他如果是這種心態也就算了 但是呢 他把那個整個Focus 移動到這個美容上面之後呢 他現在生了小孩子 他也不顧了 小朋友嘛要喝母奶 大家會比較聰明嗎 你看我們大哥大嫂兒子 多聰明啊 結果呢他說 什麼乳頭會變黑 不要餵母乳 然後泡牛奶 好 泡牛奶也就算了 還要我泡 他自己不要泡 然後呢小朋友哭鬧要換尿布 他也不換 因為他怕嘛 他說怕有 怕說照顧小孩子什麼皮膚 會變得很膚 那個什麼 粗糙嘛是不是 你泡牛奶你不會嗎 你不會為什麼一定要我 我懷孕十個月已經很辛苦了 而且身材變形成那個樣子了 小孩子要不又髒得要命 然後都要我去洗 對不對 我是到人家來享受的 不是那邊不是說來做苦工的耶 所以你是怕胸部變形 所以不餵母乳嗎 是他嫌啊 是他很在意啊 睡眠對女生很重要對不對 是 美容教 你沒有睡覺對啊 可能黑眼圈就什麼都來了 然後我小飛你知道嗎 我們家女兒 四個小時就起來一次耶 哪個小孩子不是這樣子的嘛 是當一個媽媽的 你搞清楚你的義務好不好 我說你說我什麼婚前不承諾 你要做這些 可是一個小孩子生下來 你該做的本來就是要做 我白天要上班要工作耶 家裡的經濟狀況 雖然是不錯 但是也是要工作啊 那我只好請飛翁回來 照顧他啦 是 很好啊 一個月花四萬多 花兩萬四 花了兩萬四 照顧小朋友的飛翁 那我家人當然會笑我啊 你娶一個媳婦回來 整天只會在那邊打扮的 花枝招展一樣 家裡都不顧小朋友都不看 我被我爸媽笑死了你知道 被我那些朋友笑死了 哪有娶這種老婆的嘛 我本來是不要生小孩的啊 是他說沒關係 那你生小孩我用我來照顧的啊 是他說的耶 我白天 為什麼現在都變了呢 為什麼 為什麼 他也不能把我當潘娜啊 那你也不能把我當女工啊 玉璇 你有真的因為換尿布 怕手弄髒然後不換嗎 有這樣的事情嗎 他換尿布要戴手套 蛤 他換尿布要戴手套 小孩尿布多髒啊 對不對 我每個月都要花五千多塊錢 做護手保養耶 蛤 對不對 太貴了吧 五千多塊護手啊 小朋友他也不用看啦 家裡也不用他顧啦 都有費用啦 他就查來伸手放來髒口 整個注意力就轉到哪裡了 開始注意一些什麼美容時尚啦 什麼整形的 他開始就從眼睛開始了 他說什麼呢 就繼續要整下去對不對 對 他本來是單眼皮 他就說自己的眼睛沒有繩 然後說要去割雙眼皮 剪眼頭 我不知道房哥你有沒有聽過剪眼頭 嚇死人 他就是拿個剪刀 把你眼睛這樣剪開耶 我現在眼睛不漂亮嗎 我現在剪得不是很漂亮嗎 動一次大家就可以讓他 每一輩子不是很好嗎 所以 難道你希望我眼睛每天睡 都沒睡醒的樣子嗎 何先決 何太太 已經是欲求不滿了 走火入魔了 走火入魔了 從一個開始就越來越上癮了 幾乎都要整了 因為他在整了眼睛之後 他就覺得不夠了 我還要去 他還要去打什麼 肉毒感菌 是 一個 半年要打一次耶 半年要打一次耶 然後呢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 他就看了那什麼 古木奇兵的 安潔莉莉 他說人家嘴唇很性感 瘋醇 對 他就跑去瘋醇 瘋醇 結果一瘋出來 像兩個香腸掛在嘴巴一樣 你說什麼啊 什麼像香腸一樣 你有沒有看過東協稀毒 我也不想要這樣子啊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打得會變香腸這樣子呢 你看 你看你的嘴巴 你也想像喔 當時 當時他嘴巴掛了兩個香腸 好像那個東協稀毒 那個梁草尾有沒有 掛兩個香腸在那邊 中毒的感覺 結果回來大家笑他笑得不行 我每天看到他 天啊 我今天要吃香腸了嗎 他結果又花我的錢 又去把它整回來 欸 我的錢是這樣花的 這樣兩個二十萬就不見了 如果說有一個人 覺得身體上面有什麼缺點 去整個洗我不反對 可是不能從頭整到尾啊 是不是 然後又花很多錢去保養 而且又是那種浪費的行為 如果說你買一個有效的東西 一直在用你就算了 不是 你是試沒效就丟 試沒效就丟 我哪有錢讓你開 你以為我現在是開第四台的啊 第四台沒辦法這樣啊 其實他最適合價的應該是整齊醫生啊 我是在做投資 你懂不懂啊 是不是 他帶我出去他有應酬什麼 帶我出去他很有面子啊 也對耶 因為他是中小企業經理嘛 做生意的時候一看 哇 你沒那麼漂亮 可能很厲害啊 他什麼都不懂 他只是一個花瓶啊 然後商業之間人際關係來來往我 他也不懂啊 我帶一個花瓶出去幹什麼 那不然你每天帶我出去幹嘛 不然你每天要帶我出去做什麼 說得好 對耶 不是跟我說 你要打算漂亮的我帶你出去啊 他如果老經理也好的話 你當經理他當總經理 如果說我真的旁邊要帶一個漂亮的妹妹 我去酒店帶一個嘛 那些客戶 他是你老婆怎麼跟酒店比呢 不是啊 那些客戶他還可以上下洗手無所謂 如果說他真的整得漂亮了 客戶要對他毛手毛腳我怎麼辦 是不是 只要只要能夠鹹熟照顧家裡 長得OK就好了嘛 美麗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耶 我覺得你的動機是根本到後來有問題耶 我在想你是不是因為整形 是要整到很漂亮很年輕 然後去勾引男人 嫌我又老又醜 他就是嫌我有啤酒度啊 要我去做什麼抽籽 這樣不能帶出去嗎 我跟他出去人家以為是我 40歲的男生在外面應酬 這種身材叫穩重 這種臉叫做福氣好不好 又老又醜好不好 他甚至要我去做什麼 是你要覺悟啦 是你要覺悟啦 他是怕我以後不行 是不行 是現在就不行 你覺得能夠滿足我嗎